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上税改过关有望 硬股重登11个月以来高点 下一个油价力多是什么 专家认为印度对于石油需求将撑起油价 年底上看55美元 美国企业销售额连续17个月呈现年减 创下史上最长低迷记录 财经八点档 八点看财经 我是张振华 我是吕热杰 财经帮应档 一小时带你掌握全球财经焦点 待会来看到的是土耳其在周末发生了政变 但是土耳其更大的危机 还有经济问题 包括了GDP成长率的下滑 还有通膨率飙升 所导致的所谓停滞性通膨 正在土耳其发生 还有中国大陆开始针对了电影票房的数字 进行打假 让最新出入了大陆第二季的电影票房成绩 减少将近50%了 国内新闻焦点 先来关心台北股市 各国央行持续维持的货币宽松的这个政策当中 资金热钱持续涌入新兴亚洲股市 同时外资法人也观察到 有近一兆美元的全球债券型基金出现了由债转股的现象 预估将成为推升亚洲股市表现的动力 今天台股延续了上一周的涨势 在纺织生计等类股的领涨之下 盘中就占回了9000点大关 中场间上涨了58点 以908点作收 成交量是928亿台币 今天有拉到9000点 现在稍微再回下来一点 可是我觉得整理完以后还是会上 十八号台股延续上周多头契验 在纺织生计光电类股领涨下 不止盘中占上9天点 为盘涨幅扩大 中场上涨58点 收在908点 再创2015年7月17例以来新高 成交金额928亿元 而外资再度大手笔买超148亿元 但期货多单减码3241口 未平仓进多单目前仍维持在6.8万口 旧外资法人指出 金融海啸以来 国际热钱债优于股的模式 最近开始扭转 由债转股的动能将持续推升 亚洲行进市场资金行情8到10个月 而瑞幸证券亚太首席策略分析师西瓦 就指出 国际资金是以每天10亿美元的幅度 全面性回补亚太区股市 未来美国短期间升息的距离 会非常明显的降低 第二个的话 从景气面来看的话 我们也看到美国的经营数据 包括费用就业的数据都不错 优于预期的情况之下 市场也对于整个基本面来说 景气面是一个定心碗 换句话说 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 资金相对宽松 资金非常宽松 然后景气又没有太大的疑虑的情况之下 资金行情的催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第一金投顾董事长陈一光点出 在台币为明显回贬 外资T50空单没有大幅加码钱 大盘将呈现缓步跌高的金金掌格局 财子学堂创办人林承映也认为 在外资热前还没反手大卖台股前 多头格局仍然不变 大清投顾总经理赖建成表示 8800点的下降压力线 是台股攻上9000点的重要防线 多能守住多头态势仍然不变 今天盘中就已经站上9000点了 但这一波受惠到整个资金行情的效应 包括外资在台股的策略上是积极的偏多 这个轮动的过程当中如果失控的话 当然就要留意一下短线可能出现震荡压回的可能 展望后事有法人认为 欧洲央行21号的会议将维持货币宽松政策不变 日本央行29号也可能提出刺激经济措施 资金面有利台股后市 行情有望向上挑战9200点大关 记得林文胜 乔大龙 台北采访报道 好 而全台湾第一宗ATM遭到骇客入侵 盗领8300万元 现在全案侦破 逮到了三名的嫌犯 而其中的这名是拉脱维亚籍的Andrew安德鲁 根据现在的情资显示 他是俄罗斯黑手党的分子 被认为是策划整个行动的主席 而他在宜兰被眼尖的侦察座给试破身份 警方一路追到了草丛 而他看见了远警腰间的枪套 怕被开枪只好束手就擒 而Andrew他现在就透露说 黑手党威胁他不能讲太多 否则就要对他的妻女不利 而原本预计今天早上他要接受征讯 但他又使出了拖延的轨迹 自称脚痛 如果不赶快就医可能会引发脑部病变 让警方不敢大意 只好先把他送医来接受完整的检查 戴上手铐缓缓走下警车 全台首起ATM遭骇客入侵盗领案 负责策划操盘的主席安德鲁 17号下午在以兰路网 一送到台北市行大使 已经满脸疲倦 7天以来几乎跑遍了整个北台湾 还是被逮 12号的晚上他又接受到上手的指令 来这个把这钱运送到这个内湖的一个 内湖路一段 41巷的一个登山口的步道上面 把这个行李箱放置在那边 上手表示会有其他人去做接应 把这个行李箱提走 他目前对金球的箱是这样说明 他的上手是用俄罗斯一个同学团体跟他做联系 那据他目前的说法 他自称是在拉托威亚 有欠这个人3000欧元 于是他就帮这个嫌犯来做这个事情 7月11号当天早上11点 安德鲁入住军越酒店 隔天下午2点半又改住民生东路上面的日租套房 15分钟之后跑到台北车站 接着又回到日租套房 等到晚上11点现身在内湖地区 疑似跟同伙接洽 7月13号凌晨起了大早跑到内湖登山口 20分钟内又回到日租套房 三个小时后到环山公园疑似要放钱 接着匆匆忙忙搭上前往宜兰的计程车 下午2点就把手机关闭 北台湾跑透透 安德鲁在17号下午终于落网 但他拒绝夜间征讯 拖到18号早上才透过通议告诉警方 他的脚很痛 要求介护就医 进行征讯时 他表示他脚有素疾 如果不服用药物 可能会引发脑部的病变 警方不敢大意 一早7点45分 先把安德鲁送往台北医院 接受完整检查 还照了X光 警方透露安德鲁落网时曾经表示 担心黑手党对他的切小不利 所以什么案情都不肯透露 背带时不跑也不摆抗 就是因为看到远警腰上有枪套 误以为里面真的有枪才乖乖回到派出所 令人意外的是千万大到背带 身上居然只剩下3000块 安德鲁还有另外两名同伙狼狈落网 也追回6000多万元的赃款 只不过还有2000万元不值去向 另外莫马城市怎么被植入ATM的 仍然是个谜 18号下午新北市调处同步约谈地 银行伦敦分行的副理 以及德利多富公司的外籍工程师 希望这些未解的谜团 能够尽快播雨见日 记者照会林平中台北报道 好我们看到第一银行ATM盗领案件 警方在短短一个星期之内就宣告侦破 第一金控董事长蔡信年 今天下午就立刻带着一级主管 亲自召开了记者会 不只感谢警方也向外界来致歉 而目前被盗领的ATM机台 仍旧是全数停用的 而其他厂牌的ATM已经是陆续恢复了 对于一银里头是否有内鬼协助盗领集团 蔡信年表示已经全部做了清查 内部同仁没有问题 第一金董事长蔡信年带头 一级主管深深鞠躬十秒钟 选在一银ATM遭盗领案侦破之后 主动向外界道歉 ATM机台如何护原 如何强化端点的保护 ATM的异常作业预警流程 以及在未来的资安 资讯安全上 如何加强航汉等 都在进行 一银ATM遭盗领同款机型 目前还有438台无法使用 其他厂牌54台ATM已经陆续恢复 一银董作强调 除非确保安全无余 才会将ATM全数恢复使用 两年内也会态换所有老旧机台还有系统 这一型号我们完全停机 我们这部分都还没有打算要恢复 我们现在恢复的就是其他两个型号的 因为是WIN7是W7的 所以这部分我们主台检视 然后我们里面一些安控 有做进一步的管控 我们会逐步开放 至于我们会很快的去采购新的ATM 不过现在却又爆出调查局资安人员 解析ATM硬碟跟电脑系统资料 发现7月9号到11号之间 总行伺服器既然有来自英国伦敦分行 密集连线异常记录 不排除盗领集团可能从伦敦发动攻击 现在也将伦敦分行的人员 以证人身份缠换道案说明 我们发现这个状况以后 我们就跟调查局做了一个承报 那也在经过调查局的要求之下 我们由台企干部回台 我们清财内部通人通人是 现在通人应该都是没问题的 第一时间蔡清廉下令清查 强调绝对没有内鬼 未来金融3.0的进度 也会在确保资讯安全下进行 虽然没有提出对存户的补偿措施 但也先一步表示 应正在眼里惩处 包含副总等级的主管 要给外界一个交代 而另外一头行政院长林全 上午也特别到警政署表扬有工人员 还颁发了120万奖金 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同仁呢 在处理事情上非常的快速 敏捷而且机灵有效率 史上头一回盗领的骇客集团 栽在台湾警方手中 博引让银行的资安漏洞扶上台面 今晚会先在全面下令 要银行的内部进行资讯安全的升级 也不排除会有实地的演练 台湾的金融圈全面提高戒备 就是要杜绝盗领事件再度发生 接下来见詹明华台报道 好 而今天台股重新站回了9000点大关 让资本上看见了好久不见的生气 不过近来其实台股成交量萎缩 政交所公布最新的财报 全体的券商上半年总共是赚了79.89亿元 而这个数字呢 其实比起整个去年的同期是减少67亿元 年减高达45% 而有台北华尔街支撑的南京松张路一带 近期也又有一家券商收掉营业剧短了 而这个礼拜五就是券商工会理事长的选举 这一次呢由元大证券贺明眼 准备呢要来挑战现任的这个券商工会理事长 简红文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到底要端什么样的药 来活络市场呢 台北市松张南京这一带过去因为银行券商云挤 甚至有台北华尔街支撑 不过随着环境不景气 又一家券商收了据点 如今已经被小型饭店进驻 三十多年券商营业据点如今成为旅店餐馆 还引用先前场地特色 红布条直接挂上耗子厨房 如今市场更传出单一大型券商 今年还有三到五家收点计划 随着星期五券商工会理事长选举在即 证券界老兵福邦证券董上黄显华 七月中宣布结盟元大证券董上贺明眼 由贺明眼竞选理事长 挑战前任证券工会理事长简红文 指乎券商要自救 很多的营业员都是有去兼差 摆地摊也有啦 什么开Uber也有啦 营业员在网络下单的情况下 变成营业员都卖理财产品 那营业员卖理财产品是把钱 从市场拿出去 营业怎么样让它变成一个真正的 我们叫做broker经纪人 那这个部分要重新再思考 手里拿着各家券商 今年上半年最新财报 黄显华直说感慨 根据证交所最新统计 全体券商上半年损益 盈余79.89亿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7亿 全体券商有45家盈余 但有31家都亏损 主要的原因 除了台股成交量低迷 券商经济手续费下滑之外 承销业务表现也不好 贺民眼黄显华喊出 法规税制 销售营运 海外业务 提升台股整体量能 等政策牛肉 而支掌券商工会12年 现任赵峰证券董商简红文 也喊出市场税费合理化 开放人民团体资金 ETF等免税优惠政策 当入冲销 那么假如这些端子嘎评的证交税 是不是可以适度的调降 还有我们签证避险专户证交税 那么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调降下来 短线的投资人是另外一种 这个市场的market maker 严建券商工会理事长 今年从过去的同俄竞选 变成两军对垒 但无论如何都希望 为台湾资本市场带来新风貌 今夜人刘志胜台北报道 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土耳其爆发了惊心动魄的政变 土耳其部分军人叛变 想要推翻现在正执政的爱尔断政权 结果呢爱尔断总统 他迅速的控制整个政局 政变宣告失败 不过呢现在有阴谋论传出 有人认为这是爱尔断总统 自导自演 目的是借机来整肃一几 而另外土耳其的经济 也因此更加的雪上加霜了 现在看到呢 就在政变发生的第一时间 正在台北时间 7月16号的早上6点40分 当时呢 这个土耳其总统爱尔断呢 他乘坐他的总统专期 湾流4号 就从土耳其南方的一个大城市 叫做马尔玛里斯 这里是一个度假圣地 他从这个地方起飞之后呢 就一路往北回到 这个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堡 他飞到伊斯坦堡的途中呢 遭到土耳其的叛军 空军F16 来用雷达锁定 我们知道雷达锁定之后呢 只要发射这个按钮按下去呢 就立刻能够把总统专机击落 而且呢 其实政变呢 其实有非常两个最重要的目的 第一个是擒拿领导人 第二个就是杀死 现任的这个执政领导人 但是呢 他明明有机会能够 把爱尔断杀掉的 但是呢 叛军却没有发射飞弹 没有把总统专机击落 因此遭到外界质疑 这起政变到底是所谓何来 结果逃过一节的爱尔断呢 他迅速的重新掌控土耳其政府了 而且呢 马上宣布 土耳其政变未遂情况之下呢 他是这一个这个天赐良机 让他现在能够进化军队 能够来整肃一己 怎么说呢 包括在政变之后 土耳其的主导之下 有6000名的这个军人 因此被捕 其中包括了29位将军 以及20位上校 都是高阶军官 另外土耳其近年 还有2700多位法官 以及检察官 他们因此而解职 而且呢 现在土耳其政府呢 爱尔断政权呢 他也指控说 整起所谓政变的幕后策划者 是一位穆斯林的精神领袖 叫做葛兰 葛兰目前人正在美国 他已经流亡美国多年了 我们看到呢 葛兰呢 也立刻来回应 他说呢 自己并不是政变的幕后操盘手 而且呢 他不排除 整起政变是爱尔断 自导自演 目的呢 就是为了铲除异己 能够借机 把所有不对他效忠的军人 或者是政治人物呢 能够加以肃清 我们看到 甚至现在推特上呢 就出现了这一幅 所谓的这个讽刺漫画 包括说这个形容 土耳其境内的政治机器当中的 所有的政府的机器呢 的领导人都被爱尔断 给掌控了 包括呢 爱尔断自己是总统 而且呢 总理呢 似乎也被他掌控了 甚至呢 宪法法院呢 现在呢 也是爱尔断的人 国会也都是爱尔断的人 军队呢 现在呢 把他 不效忠他的一些军人 全部抓起来 甚至是枪毙之后呢 现在土耳其的军队 也在爱尔断掌控当中 甚至媒体呢 爱尔断现在也完全掌控了 所以呢 现在呢 土耳其可以说是一个 变成了一个爱尔断所掌控 几乎是百分之百 掌控的这样的国家 就在政变之后 所以引来部分 这个宗教领袖的批评说 这是不是爱尔断 所自导自演的 这起政变案 而这五年来 其实贬值已经快 两倍的 土耳其货币里拉 在政变发生 当天也是出现了 急剧的贬值 我们知道呢 在7月15号的时候 土耳其在这个 当地时间7月15号发生政变 台湾时间7月16号 当时呢 土耳其里拉 这个第一时间呢 贬值幅度超过了 4.6% 变成了1美元兑换3.0157里拉 这样的蝙蝠呢 超过了4.6% 是2008年以来 里拉单日最大的蝙蝠 但是呢 今天呢 在开盘的这个里拉呢 今天反而会出现了 回升出现了上涨 把这个上礼拜 4.6%的这个蝙蝠呢 吃掉差不多一半了 因此呢 现在呢 土耳其里拉是稍稍 这个可以说是蝙蝠收敛 不过呢 我们看到土耳其股市呢 今天一开盘 却是出现了重挫 在上个礼拜五 7月15号的时候呢 当时土耳其股市 82825点 但是呢 今天一开盘呢 这个7月18号 一开盘的时候呢 就受到了这个相关的影响了 结果造成了 今天土耳其的股市 出现重挫 重挫幅度呢 2.62% 而且呢 现在的行情的重挫 已经超过了 4个百分点了 不排除呢 后续呢 有人预测了 可能土耳其股市 在这一波混乱行情 可能会下挫 20%这么多 就是因为政变的影响 尤其呢 对于经济影响是 观光资源 土耳其是个 极度仰赖外资的国家 观光产业 也提供土耳其 8%的这个工作机会 但是政变 升高了紧张危机 美国现在就已经 禁止民航机 飞往土耳其的 伊斯坦堡和安哥拉了 而且呢 也呼吁说 如果现在没有必要的话 不要去土耳其 已经重创了 土耳其的观光产业了 而且不只是观光业 土耳其的经济困境 也是导致社会不安的 一个间接因素 我们来看到 现在土耳其 总经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土耳其的GDP 可以说是 虚有其表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首先来看到 里拉来计算的 土耳其GDP 2015年非常亮丽的数字 高成长 11.7%的高成长 但是呢 我们看到呢 如果是以美元来计算 土耳其GDP的 这个成长率的话 变成了负成长 而且是负的9.9% 今年第一季也一样 如果里拉计算的话呢 它有高成长 12.5%的一个GDP的成长率 但是用美元来计算的话 是负成长6.3%的 我们看到呢 如果是只有GDP 用美元计算 表现不好的话 暂时还不会成为问题 但是现在土耳其 同时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土耳其的物价 非常高速度的在飙涨 我们来看到 土耳其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的年增率 这个CPI年增率 我们看到 今年呢 从1月份到6月份 都是处于一个非常高 CPI的一个状况 通货膨胀的情况 非常严重 尤其是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跟俄罗斯 还爆发了这个区域冲突 因此它的物价成长的比例 非常高 1月份的时候 这个CPI甚至有 9.58%的高CPI的成长率 所以很多土耳其当地的物价 什么东西 百物都在上涨 但是明明我们刚刚看到 它以美元来计算 GDP是出现一个下滑的 所以经济减速 经济衰退情况之下 同时又发生了通膨飙升 这就构成了 所谓停滞性通膨的定义了 停滞性通膨呢 会让土耳其现在的货币政策 面临两难 它升息也不是 降息也不是 所以呢 现在土耳其的当地呢 要说如何来刺激经济的话 非常让政府头痛 所以我们看到了 现在呢 除了在GDP以及所谓的 这个CPI出现了矛盾之外 我们来看到了 现代土耳其的贸易问题 土耳其的贸易的差额呢 其实呢 我们看到这个图表 这个图表是从2006年 一直到今年2016年 差不多10年来的 土耳其的贸易差额的表现 这其中呢 只有在2008、09年的时候 稍稍出现了贸易顺差 其他的年份呢 全部都是处于一个 长期贸易逆差情况之下 因此土耳其的外债的占比 非常非常的高 我们来看到了 土耳其外债占比 在2008年时候呢 只有30% 但是呢 2015年 2016年 再加上土耳其里拉 急剧的贬值 现在呢 土耳其的政府外债 占他的GDP比重 可能已经高达60%了 这是在政府的债务部分 另外民间债务部分又如何呢 民间债务也是非常严重 我们观察土耳其民众呢 他们的消费债务 消费贷款的这个占比 占他们收入的比重 也已经接近90%了 意思是呢 每一个土耳其人 他每个月拿到的薪水 90% 都要拿去付账单 把钱还给银行 所以不管是政府的国债 还是民间债务 现在的占比都非常的高 土耳其的债务也非常的严重 因此呢 土耳其遇上这种经济减速 和通膨高涨之间的矛盾 另外呢 还有遇到的是 债务增加和财政刺激政策 之间的矛盾 因此不管是在货币政策上 或者是在财政政策上 现在呢 土耳其的政府全部陷入了两难 过去几十年来 其实土耳其已经经历了 差不多是五次的政变了 但是似乎这个经济困境 才是这个国家的首要挑战 土耳其警方两两一组 押着反政府人士步入法院 这二十七人包括高级将领和军官 全都是土国政府指控的政变主谋 专家分析这群人可能都会被冠上叛国罪 最惨的还可能面临死刑 只经历一天的政变宣告结束 土国政府也迅速行动 在周一金融市场开始交易前 安抚投资者 总理邮迪伦出面信心喊话 承证央行将向银行提供无限的流动性 土国央行对银行业提供各种流动性的手续费降为零 若有必要可提供各银行外汇存款原本500亿美元的上限 维持金融市场有效运作 外传央行周二还可能采取降息稳定经济 市场经过消化后 雅谷周一小幅走高 但土耳其股市盘中仍重挫5% 土耳其货币里拉跟第一个受到影响 当地时间周五晚间的政变 让里拉对美元价格瞬间重挫近5% 创2008金融海啸后最大贬幅 好在周一迅速回升2.2% 确保占无通膨危机 土耳其第一季GDP高达4.8% 经济成长优于预期 不过观光业是土耳其重要的外汇来源 还有8%的人口靠观光业为生 但近期恐攻不断又发生政变 专家预估今年当地观光业收入最多将减少四成 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介绍上评陈戴琪综合报道 土耳其当地时间在上周五深夜爆发了军事政变 但是不到12小时就宣告政变失败 外界分析说这场短命的政变缺乏完善计划 也没有控制网路通讯和过去几次的政变 模式是极为不同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场政变反倒壮大了总统爱尔段的声势 也让这整体的政变现在更加疑点重重 到12小时土耳其这场短命政变画下句点 过去56年历史上四次成功政变 已经让将近20年政权风平浪静 哪知却突如其来出现这一场没有章法的怪异政变 纽约时报分析指出这次完全与过往政变模式不同 其中最怪的就是网路和电话通讯没被切断 总统爱尔段竟然能用Facetime与电视台Live连线 还可以指挥民众上街反抗 加上策划者并非得到军队有力人士支持 领导阶层以及明星几乎也都力挺爱尔段 如此仓促又思虑不周的政变变得疑点重重 好友在政变中丧命爱尔段哭得伤心 誓言要清除异议分子 目前所知当局已扩大逮捕至少六千人 爱尔段甚至考虑顺应名义恢复死刑对待这些叛军 也有人根本怀疑爱尔段有意要阵敌从此消失 爱尔段更点名流亡美国的最大政敌 伊斯兰教士葛兰九十幕后指使者该引渡回国 但美国已经一口回绝 葛兰耶犯及政变就是爱尔段自导自演 爱尔段总衡政坛超过十年近来意图回归政教合一 以及改新总统制的威权作风再配上激进的伊斯兰宗教立场 早已是个争议人物 现在政变后的强人形象更加难以撼动 记者和您黄外如综合报道 大陆的电影票房现在更有中国大陆的网友迫不及待 首度曝光 号称是实际的影片了 虽然影片当中外型和iPhone6s目前现在的最新手机蛮类似的 不过包括了镜头的规格和天线的位置都有所异动 最明显的就是连耳机孔都不见了 而至于苹果供应链的部分 台积电也在传捷报 仿人看好台积电将会独自拿下苹果下一代世代的A11处理器的大订单 也是创下了连续两个制程 击败劲敌三星的记录 银色的机身还有圆弧的流线外形 和苹果的iPhone6s几乎一模一样 不过仔细一看不止镜头变大颗 连天线位置都移到上下边缘 原来是中国大陆网友贴出一段号称是iPhone7的背部机壳模型影片 首次对外曝光 据厂家说它这个是买的原装外壳 然后做的这个计模 也就是说它后面这个背板 真的iPhone7是一模一样的 不仅取消了3.5厘米规格的耳机孔 细部布局也做了调整 但若与iPhone6s放一起 差距真的不大 而随着iPhone7话题不断 吃下苹果A10大单的台积电也跟着受到关注 7奈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 主角是恐怕是我们跟三星 先前法售会上宣布 7奈米和10奈米制程需求超乎预期 因此上修资本支出 让法人圈看好 就连iPhone8的A11处理器订单也有可能独拿 除了替2017年营运进步 更创下连续两个制程击败对手三星的记录 三星也积极地在投入 所谓散出型的整合型封装的一个技术 不过它的这个技术的良率 要能够达到经济规模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台积电会借由它在先进制程 这部分的竞争优势 那么来带动它后段的一个封测 的一个接单 那么甚至未来的一个客户 也可能会从苹果延伸到 其他的一个大客户 处理器代工握稳苹果大单 台积电跨足高阶先进封装 也在7月正式陆续出货 而在半导体上扩大布局的 还有日本软银 将砸下241英镑 相当于1兆多台币 赢取英国晶片设计大厂安谋 溢价超过40% 不论是因为近来 英镑狂谢日元急升 还是看准物联网商机应用 都将再次震动全球半导体市场 记得朱三黄延章 台北报道 好 在今年的年初 新春强挡美人鱼 跟澳门风云三等大片的加持之下 中国第一季的票房 写下了145亿元这样的记录 而夜内对于今年的市场 是一片抗好 预估今年的票房 就可以来突破600亿元 但没有想到 现在中国第二季的票房 却正在经历所谓的倒春寒 怎么回事呢 今年中国的电影票房走弱 我们带您一起从数据来看起 到底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呢 其实在整个去年2015年的时候 中国表现是非常好的 当时呢 北美的票房有110亿美元 但中国也有67.8亿美元 年增51.2% 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大爆发了 远远高于全球的增长率 5.2%这样的数字 但是我们来看到2016年 这个票房似乎出现了一些回落了 来看到今年第一季呢 其实年增还是很高的 51%票房有145亿的人民币 但是注意到第二季呢 年增变成负的7% 掉到只有102亿的人民币 而且我们来看到呢 以上半年同期来相比的话呢 去年上半年的年增率是48% 今年综合来看呢 掉到大约剩下两成左右了 为什么呢 其实呢 除了春节到暑假之间的档期 似乎呢 有一段所谓的空窗期 我们来看到呢 第一个就是呢 今年第一季有两个大片来撑场 第一个是周星驰的美人鱼 票房高达了33亿的人民币 是华语银食的一个冠军哦 而另外我们来看到第二个 澳门风云三 也高达了11亿元的票房 但是呢 从春节一直到现在 差不多暑假期间 中间似乎没有什么样的大片 而另外呢 关键的原因还有这几点 包括了中国国家的广电总局 在今年三月实施新规 表示呢 要打击票房造假的行为哦 结果呢 叶问三的发行商 立刻自己承认说 他们呢 的确是自己来购买门票 以增加票房 光是他们自己自掏腰包 买门票的费用呢 就高达了5600万的人民币 2亿多的台币了 而另外呢 今年还有个现象 就是所谓在中国 很流行电子购票平台 他们所谓的票补 就是呢 票价补贴 今年呢 也可以说是大大的减少了 好到底呢 什么叫做看电影的票补呢 这对台湾的观众朋友 是有点陌生的 但是在中国 这是很多片商常用的手段 为了让不少 二三线城市的观众 能够第一次的 走进所谓的电影院 因此呢 中国的片商会推出 所谓的票物补贴 简称就叫做 所谓的票补 这个票补呢 简单而言 就是电影上映之前 片方跟影片的 这个影 所谓的戏院呢 商量之后呢 会协议一个票价 一般来讲呢 电影的零售票价 是不能够低于 协议票价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一张票价 至少要卖 30到40块的人民币左右 但是呢 在中国很多的观众 总是能够在一些 线上的票物平台 买到一张只要19.9元 甚至是99元的电影票 这等于呢 看一场电影的 门票价格多少钱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差不多呢 在中国看一场电影 只要台币50块钱 到100块钱 就能够买到一张 当季的一个电影票 而其他的 这所谓的价差 就会由片方 跟在线的票物平台 来各自吸收 而换言之呢 就等于是呢 片方 还有包括了在线的票物平台 直接掏钱 来请观众看电影了 最重要的 就是要培养大家 民众的一个观影习惯 尤其呢 在二三线城市 非常流行 但是呢 这种等于是 请观众看电影的票补 今年正在降温了 而今年所谓一个电影呢 只要9.9元人民币的低价电影 已经明显的少于往年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样的票补 可以说是 真的是烧了很多钱 有些根本亏损了 还有呢 就是遭BAT的价格战 打趴很多的 在线的一个销售平台 而另外呢 当然电影最主要比的 还是内容的本质 如果一部电影不好看的话 可能免钱请你 你都不想要看 我们来看一下呢 为什么会遭到BAT的价格战 打趴并购呢 其实在中国很多的 线上票物平台 有名的像这个叫逃票票 这个逃票票背后的金主 是阿里巴巴 唯票儿背后的金主是腾讯 百度糯米的背后呢 金主就是百度 而其他比较小的票物平台 很多呢 都被是所谓的BAT 给直接打趴了 而且呢 这个票补 可以说是占中国票房 超过一成 光是票补的票房呢 就占了大约 30到50亿的人民币 看得出来 真的是非常的大手笔 而如今呢 在整个中国的电影产业 可以说正在面临一个 洗牌的一个最新时代 而且呢 其实在经济学的世界 还有一个非常另类的理论 就是说呢 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其实人们反而是更想要看电影的 我们又带您来看看呢 中国的经济状况 现在又是怎么样的呢 最新有一个消息 是大摩 他们下调了中国的GDP预测 他们预测呢 今年中国的GDP会降到6.4 明年会降到6.2% 而且估计到明年第一季之前 会有两次的降息 为什么要来下调中国的GDP呢 他们认为说 主要是因为债务羁压 产能过剩 还有资源错配 全都越来越严重 因此下调了中国的GDP 而且大摩还做了一个 非常惊人的预测 关于人民币的 他们认为人民币 今年年底会跌到6.82 明年底之前 更会跌到7.26 等于呢 人民币在现在的一个价位上 可能会再贬值8%了 我们先来看到一个 最新的一个数字 是今天的人民币来到6.6968 而这样子呢 对美元的数字 6.6968 已经来到了六年新低 看得出来 大摩认为 人民币还会持续 快速的来走向贬值 而另外也带您看到了 房产价格 也向来都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动力 而今年上半年 其实呢 中国的房市是非常火红的 因此呢 也带来优于预期的经济表现 但是最新我们看到 中国国家统计局也公布了 其实呢 7个城 70个主要的城市当中 今年6月的房价 涨幅已经是放缓了 我们来看到呢 新房的年增率 比上个月的涨幅是下降了 二手房同样呢 也是 而这也是连续 第二个月出现了增长 放缓的情形 因此也加深了市场担心 现在中国以营界 主导的经济反弹 会不会无法持续下去呢 标过30亿人民币票房的电影 美人鱼 撑起今年中国电影一片天 让第一季中国电影的票房 写下145亿人民币 年增51%的好成绩 但今年第二季 大片仅有美国队长山 跟魔兽争霸两大枪片 最后票房合计不及美人鱼 再加上叶文三 引发的票房造假争议 广年总局出手 实施新规 打击票房造假 中国电影市场 在今年第二季惨跌 只剩下人民币102亿元 更比去年同期 年减7% 台湾跟着下滑的 还有大陆房价 高的时候这个地道 我估计得卖156吧 156 现在是多少钱 13500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6月70个大宗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 以及二手住宅的价格 涨幅比起上个月 都有微幅的缩小 二三线城市的涨势 也都持续减缓 房价拖累 加上南海军演 人行也下调 人民币中间价 18号人民币集集会价 因此重贬 一度贬到6.6998 对一美元 创下五年多来的新低 现在有两大风险 第一个是整个欧洲需求下滑 跟美国会不会生息 那如果这两件事情 都还是持续往不好的方向走 那其实中国的经济 降温的速度会比较快 那年底看到 就是因为美人对6.8人民币的价位 我认为并不困难 大摩摩根士丹利 也在18号下调 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今年年底更是降到6.4% 2017年更是降到6.2% 对于汇率预测也是相当悲观 大摩预期今年底 人民币对美元将会落在6.82左右的价位 2017年年底更会跌到7.26% 中国通膜开始有点下滑 所以中国央行它放水的动作比较明确 不管是逆回购 那或者是今这个月 那大概在一个月内 还是有降息的机会 所以让市场是认为说 其实人民币还是可以有贬值的基础 汇率专家看准大陆人行放手汇率 未来就看欧美两大黑天鹅 是否继续撼动人民币后市走向 记者廖文 孙宜家台北报道 说到这个手机游戏精灵宝可梦 当然是人气非常火热 许多玩家为了玩这个游戏 是无所不用其极 最近在韩国的树草市这个地方 就成为了全韩国唯一可以闻到 精灵宝可梦的地方 我们看到韩国的树草市的树草地区 就在差不多38度线的附近 因此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接近南北韩的边界 包括有一些韩国的影星 现在都跑到南北韩的边界树草地区 来把自己抓怪兽的画面给po上了网 甚至往返首尔和树草的巴士一票难求 政府也增加了当地更多的WiFi热点和手机充电站 来吸引观光客大赚电玩材 黄色可爱身影风靡全世界 手机游戏Pokemon GO人气持续发烧 现在传出南北韩边界的树草市 就因为能够捕捉神奇宝贝而大受欢迎 ゲ이머들이 몰리면서 오늘 낮时间 때 서울에서 출발하는 속초행 고속버스가 매진되는가 하면 당일 치기 여행 상품까지 등장했습니다 속초 시청이 페이스북에 올린 무료WiFi 지도의 조회수는 평소 하루 방문자 수의 백배를 넘었습니다 距离首尔大概两小时八十路程 还是让不少玩家蜂拥而至 根据年庭的区域划分 接近北韩的树草市 错误被归入北韩国境 也因此成为政府规管盲店 神奇宝贝集中出现 成了当地店家的稀客手法 甚至连树草市市长都拍摄宣传 短片借机刺激观光 어제 오늘 속초를 지금 향해서 포켓몬 마니아들이 지금 속속들이 몰려오고 있습니다 우리 속초시는 그분들을 위해서 많은 준비를 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WiFi 존을 확대하고 휴대폰 충전을 서비스를 제공하고 가장 중요한 것은 그분들이 안전하게 여기서 게임도 하고 강강도 즐기고 就连当地饭店住房预定率 都比平常高出四倍 商家大賺電玩才 现在也传出不少玩家 还透过出售游戏账号赚钱 其中21集拥有五个 强力口袋怪獸的账号 甚至标价高达600美元 随着Pokemon Go爆红 AR擴增时机应用再次受到矩目 一阶名为Capitola VR 也将类似概念应用到微软 HoloLens上 结合AR和VR应用的MR擴增时镜 让抓宝可梦的过程更真实 技术方面的话就是在于 Display的这个视角的宽度 然后还有耗电性 以它开发板来讲的话 也是至少在3000美金以上 那对于相较于现在最贵的VR 可能价格是两倍以上 分析师认为MR硬体设备 在未来发展上 价格仍面临不少压力 而从目前Pokemon Go带来的周边效益来看 经典知识产权IP展现强大吸睛能力 未来粉丝众多的 未来要提振房市大幅的综绑 房市管制 再加上了连四季的降息 但依然是止不住房价往下跌的趋势 而一向被视为是最抗跌 最保值的捷运宅 现在传说有投资客当初一瓶127万元买入 但是房市冷清 买房的出手意愿不高 最后只能以每瓶114万元来降价求售 而专家认为说要来振兴房市 还是要来加紧调整房地合一税 以及整体的经济状况 我们来看到六都的房价走跌的年增率 桃园是负8.6% 北市也跌了8.1% 而新北也跌了7%左右 来看到房市的一个学者 也就是淡大产业经济学系的副教授庄孟汉 他都认为说房市持续量缩价跌 他估计下半年的房价 可能还会跌5%到10%左右 永春捷运站的这一栋捷运公购大楼 拥有出站及到家的便利性 而周边也有许多商家邻里 生活经历十分方便 但却还是停不住房市的不景气 中校东路上的捷运站口 一楼有各式各样的店家 让民众不管是交通或是购物 都十分方便 捷运楼上的住宅 因此吸引通勤组的目光 而有投资客在两年多前 以每平127万元购入捷运公购宅 虽然央行松板房市管制 但价格还是上不来 最后只能认赔杀出 以每平114万元成交 跟去年比起来 今年跌幅确实是比较小 那这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卖方的资金 案例成本变低了 那另外解除选择信用管制以后 它会让卖方认为 政府不会打房了 那会对未来的房价上涨 有一个错误的期待 为了振兴房市 央行一连串的松绑管制 及四度降息 虽然让买家的购物意愿提升 但买卖双方对于成交价的 认知差距还是很大 导致房市呈现量缩价跌的情况 而根据实价登陆资讯 全台六都今年1到5月 平均每平成交价26.1万元 比去年同期下滑4.4% 而桃园市更是掉了8.6% 而交易量也是一片惨淡 今年上半年的累计移转动数 为81743东 也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8.4% 只有降价才会出现成交量 那如果卖方不愿意降价的话 其实买方现在是不愿意追加 如果说你现在要买方 以现在的行情水准 再追加5%到10%的价格去买 这基本上几率很低 专家也指出影响房市最大的因素 还是在房地合一税 以及整体的经济状况 而下半年的投资交易量 是否能有所提升 就要看未来卖方的让利程度 是否能够符合买方的期待 记者黄秀文 陈彦宏 台北报导 谢谢收看这一节财经八点档 我是张正华 我是李乐杰 我们明天晚上八点解